好了 说完刚才这个喜讯之后 我就来分享一下今天上课的事情 我不是在路上就把我的那个activity已经确定了吗 我那个activity呢就是 我带着我孩子去图书馆 这是我经常发生的事情 就是带他去看书啊什么的 然后突然他要上厕所 那他上厕所呢 他还小嘛 我就得站在那个图书馆的洗手间的门口等他 如果他有什么需要 他马上告诉我我可以进去帮他 比如说是擦屁股啊 甚至当然他现在可以自己擦屁股 如果他有其他什么需要 他随时可以叫我 那我在这个同时呢 我又接到了我的一个紧急的工作 我要去做去翻译一个东西 他在十分钟内要我完成这个事情 那我又没有电脑啊 然后我又不能离开这个洗手间的那个位置 我要看着我孩子 我孩子可能上厕所就三分钟到五分钟 然后我这个工作的话 快的话也三五分钟可能完成 但是我不能有任何的干扰 那实际上课的时候就是还是那个含义的那个同学跟我搭配 他就 这是我的场景设定 地点的设定嘛 然后他的设定就是我是他的帐 其实他一开始不太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 然后老师说为什么 不可以 你就做为他是你丈夫 然后这是我们的relationship 然后 要自己 要告诉同学和老师 就你喜欢 他喜欢我三样什么东西 和不喜欢我三样东西 他说不喜欢我很无聊 很boring 然后这个还有什么 有点自私 还有一个我忘了 然后喜欢的三样就是 我爱孩子 然后工作很认真 这些 可能还有一样 我也忘掉了 OK 这个就这么发生了 然后老师的话 在单独跟这个同学说了一下 就是怎么怎么怎么 要怎么来处理这个 或者说增加一些难度挑战之类的 然后这个就开始了 我就站在门口 小孩刚刚进去那个 library 那个洗手间去上厕所 然后我就开始拿手机出来 哦 他有个设定就是 我的手机忘在家里了 被他拿到了 好 OK 我正在 我用了另外一个手机在工作 然后可能不太好用 我本来想 这个手机就不太好用 我要用我自己的手机最好 那他突然就进来了图书馆 然后 很气冲冲地跑到我面前 然后告诉我 你 你这是跟谁聊天 这是什么东西 你告诉我 你 就等于说他 他发现了我跟另外一个女生的一个 聊天的一个记录 然后他很气 就是觉得你有外遇 然后 并且一定要我解释 我说 等等 我有工作 我要五分钟 孩子也在里面 要不然你看着孩子 我 我 我说你把手机给我 然后他就很大声 然后 呃 我们就要把声音压低嘛 因为图书馆不能很大声音 然后有很多人看着我们 就这样的一个 他就一直纠缠 就说 要我解释 要解释 我说 你把手机给我 他不给我 然后我说 我要不然我先工作 你给我五分钟 待会我跟你解释 也不行 然后我说 或者你站在这里 我出去 把工作完了 我再跟你说 也不行 最后就是 我说 那你留在这 我出去 我不想在那里很尴尬嘛 被很多人看 对 所以整个就是 下来之后就感觉还挺好的 就是第一个 我设定的这个场景 地点还挺好的 就有一定的这种 特定的环境 然后有一些难度 有一些尴尬 然后 同学也给我一些 这种 挑战了 因为他这个 一定要我解释 而且在公共场所里面很大事 对 搞得我很尴尬 我觉得就是 非常好 我就做的 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课堂的练习 它就 让你去 在这个 你跟对手的一个关系里面去 自由的发挥 是 极心的表演 我觉得就是 那样其实挺自然的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真实拍摄的时候 是有一个剧本 那那个剧本就是把画和你的 你的最终的结果都已经设定好了 所以的话你的表现的空间就会相对的没有那么随便 你不可以随便去去演 但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要在这种 在这种 关系基础上 去 做可能的事情 然后 同样也有一个结果 因为对方 他是有个结果 他就是要你 解释清楚 这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我呢 我的处境就是 我不能离开这 我手上有工作 我得完成 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 在相互的推拉 对 所以经过了前面的课程到现在来说 我觉得这个就还蛮有意思的 然后下个礼拜的课的话 就是 老师会请另外一个casting director还是什么 他会先在星期一发给我们一个audition 一个一个self tape的一个audition的一个sites 然后我们要去拍一个self tape 然后在星期三的时候 星期一是放假 下个星期一放假 不上课 然后星期三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self tape 给大家看 给老师看 老师给我们点评 刚刚下完课的话 我也做了一个audition 就是一个广告的audition 反正 不是很满意 但是反正差不多了 就是 以前的话 我会花很长很长时间 不断的不断的几十遍的 五十遍六十遍的去拍 但拍到最后 其实也未必有更好 但现在的话 基本上拍个六遍十遍就好了 就知道其实已经到了 差不多你的最大的可能性了 所以就不再浪费时间 所以也大概就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 就把两个take拍完了 谢谢我的同学 OK 今天就分享到这 然后我们下星期三 再继续分享 拜拜